二战歼命日军最多的国家排名 苏联仅排第七 而作为抗日主力的我国也只能排名第二 排在第一的可谓是出人意料 首先第十名正是泰国 击毙七千余名日军 也许看到泰国的名字 可能不少观众会感到疑惑 二战时期日本和泰国可是妥妥的盟友 双方还签订了日泰同盟条约 泰国怎么会杀伤七千余名日军呢 其实这一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 刚开始的时候泰国并没有和日本结盟 甚至还派出警察 军队死守沿海 与日军殊死搏斗 产生了部分人员伤亡 然后泰国政府紧急下令停火 正式与日本结盟 部分泰国爱国民众不愿意看到祖国沦丧 组成自由泰抵抗军 通过打游击的方式长期抵抗日军占领 就这样 前前后后下来 泰国总计击毙了七千多名日军 虽然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多 但在东南亚各国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了 其次是第九名新加坡 击毙了1.1万多名日军 新加坡总面积 仅有733平方公里 人口也就200万人左右 但在二战期间 却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对待日军可谓是毫不手软 堪称华侨之光 当地华人为了给国人报仇 踊跃报名参加英军 没有当兵的也自发组织其抵抗运动 协助正规军进行新加坡战役 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可惜因为英军太过无能 新加坡战役最终失败 新加坡华人在此战中 仅击毙了1700余名日军 更多击杀还是来自于后续的游击战 和清算战俘 比如等到战争临近结束时 新加坡华人再次自发聚集在一起 他们手持刀枪棍棒 带着满枪怒火 又仗毙了数千名日军 使击毙日军总数来到了11400人 接下来第八名则是朝鲜 击毙了2.6万余名日军 朝鲜在二战时的情况 比起泰国更加严峻 因为很早就被日本殖民占领的缘故 当时有大量朝鲜人 成为了日军的走狗 被称为朝鲜及日本兵 不过与此同时 还有更多的朝鲜人 不愿意家乡受到日本人欺辱 主动跑到我国或者苏联境内打牛鸡 他们被称为朝鲜抗日义勇军 据统计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朝鲜义勇军总计刺杀 击毙或协助中国军队 击毙了26500名日军 其中不乏击毙日军高官的记录 朝鲜义势隐逢凤级 于1932年 在上海刺杀了清华日军 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一则大将 成为了二战时期 击毙日军军官的最高记录 然后是第七名巴布亚新几内亚 总计击毙12.7万日军 对于国人来说 可能很少听说过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 似乎也并不怎么出名 那么他们是如何击毙这么多日军的呢 事实上 这就不得不提到 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手段了 也许是为了掩盖在东南亚犯下的罪行 或者恶心英美等西方国家 他们在统计东南亚地区战损时 不是优先按照哪支军队击毙来算的 而是优先按照在哪个地区击毙算的 就这样 二战时期还没有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凭借一场新几内亚战役 就击杀了十万多人 零零零总算下来 日本厚生省最后给了个12.7万人的统计数据 二战击毙日军最多的是个国家 我国居然只能排名第二 第一名谁都想不到 接下来排名第六的正是苏联 总计击杀13万日军 也许听到苏联仅仅排名第六 不少观众会感到十分疑惑 苏军在二战期间 可是歼灭了整整75万日军 直接将日军精锐关东军一锅端 基地数怎么可能只有13万呢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弄清楚歼灭的含义 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概念 歼灭主要指的是成剑制的消灭敌人 其中不仅包括有击毙 另外击伤 俘虏 接受投诚和改编 也算在了歼灭里面 而苏军歼灭的75万日军中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俘虏 当时已经是二战末期 基本丧失了斗志的日军 根本打不过苏军的钢铁洪流 往往还没接战 便选择了投降 因此 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时 苏军实际击毙的日军约为8万人 之后剩余的日军俘虏 要么被苏联遣返回国 要么被送到了西伯利亚挖土豆 有意思的是 后续数十万日军俘虏 死在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而日本后生省在统计阵亡人数时 也将其统计了进去 不过可能是觉得面子不好看 日方只统计了5万人 加上前面击毙的8万 合计也就13万 然后是排名第五的缅甸 击毙日军是8.5万 与前面的各国类似 日本后生省在统计时 耍了一个小手段 那就是不将被击毙日军 算作某支部队的战国 反倒将其算作 被击毙时所在地的战国 从而削弱参战大国的影响力 并掩盖自己在东南亚犯下的罪行 也正因如此 二战期间 日军王整个缅甸战场 投入了30余万兵力 其中有18.5万战死 这部分战损 全部被算到了缅甸头上 如果光靠缅甸自己的力量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造成如此多击杀的 毕竟1942年 该国就已经被日本全面占领 此前他们没有进行过激烈抵抗 占领后也没有什么文明的游击队 事实上 无论是正面正规军 还是缅甸当地的游击队 主要由中英美印盟军组成 多达18.5万的在缅日军击毙战功 也都是由盟军立下的 其中又以我国派出的远征 军出力最多 先后在缅北 滇西发起了两次重大反攻 击毙总数不少于2.8万人 又立策应了英军反攻 接下来则是第四名澳大利亚 击毙日军约19万 要说二战期间对待日军最狠的国家 澳大利亚当属第一 澳军用火烤 用刀剐 简直是怎么尽兴怎么来 就连丢枪投降的日军战俘都不放过 直接让日军产生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 而救济根源 在于日军在新加坡战役后 残忍屠杀了7500名澳军战俘 随后又强迫他们修铁路 导致大量战俘在病死饿死 最终引起了澳大利亚人的公愤 为了给同胞报仇 此后澳大利亚人陵约参军 在战场上对待日军 可以说是毫不手软 齐拼刺刀的疯狂模样 让这群所谓的日本武士都为之胆寒 最终 澳大利亚军队 在本土和澳数领土总计 击毙了19万日军 其中还包括大量被处决的日军战俘 盘点二战击毙日军最多的是个国家 我国只能排在第二 第一名竟然是一个小国家 接着排名第三的是美国 总计击杀24.7万日军 与苏联的情况类似 日本后生省在统计日军阵亡数量时 也没有统计美军击毙数 而是仅仅统计了在美国领土 和势力范围内的阵亡数据 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 无非就是阿留申群岛 夏威夷群岛 中土岛 关岛等小岛 但就是在这些小岛上 美日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 产生了大量伤亡 因此 就算是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 只统计太平洋中部诸岛上的阵亡数 美国也能高居第三位 其多达24.7万的击毙数量 足以傲视群雄 事实上 如果从全局来看的话 包括在战场上击毙 空袭日本领土造成的军人击杀 美军杀伤日军总数 更是高达131万 位列各国之罪 但这次日本 毕竟统计的只是日军在各国的阵亡数量 太平洋上可不只是有美国领土 还有大量东南亚国家和各个岛国 因此美国依然只能屈居第三位 然后排名第二的 则是我国 击毙45.57万日军 最奇怪的一点是 据我国战后数据统计 二战期间 中国军队总共击毙了大约50万的日军 比起45.57万 这个数据足足多了5万 显然日本后生省在统计时又做了手脚 他们并没有把我国保党 东北抵抗军 以及中国入眠远征军的击毙数量算进去 否则绝对有50万以上 然而即便是45.57万这个数字 也已经很多了 这都是当时我国在国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 军民团结一心 付出了巨大代价 才打出来的数字 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从最开始的松湖会战 南京保卫战 到后来的太原会战 武汉会战 长沙会战 我国军队以至少380余万的巨大伤亡 避伤150余万日军 毫不夸张的说 我国战场拖住了日军主力 同时还有力支援了盟军对日作战 如果不是我国军民团结抗日 日军一旦全力南进或者北进 后果不堪设想 而这也是日本耍尽小手段 也能统计到45.57万的根本原因 最后第一名正是菲律宾 击毙日军49.86万 此时可能有人会心生疑惑 一个实力并不算强的岛国 为什么能击毙49.86万日军 实际上这统计的还是日军 在菲律宾的阵亡人数 而不是菲律宾军队击毙的人数 众所周知 二战期间菲律宾其实是美国的半独立殖民地 以美军为主的13万美菲联军 在此囤住 齐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无所不包 统一由迈克阿瑟指挥 结果就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时 日美双方在菲律宾展开了长达近一年的拉锯战 此时美军击毙日军人数还不多 也就将近一万 但是等到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美军开始反攻后 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此时美军可以说是当时地球上的最强战力 碾压日军那是十分轻松的事 美军凭借武器装备优势 在菲律宾周边海域击毙了大量日军 随即成功反攻入旅送脑 先是轻缴了日军大部队 随即又与残余部队展开了直安战 最终 日军在菲律宾的阵亡人数来到了49.86万 菲律宾这才位居第一位 在菲律宾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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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